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天心气当令 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会有失眠的问题 我们平时要如何去养心? 我们不妨可以按压这个月位 这个是神门月 对落一寸叫通理月 我们由夏至上推上去 夏至上推上去可以帮助我们养心安神 会好睡觉 另外在夏天这段时间 我们要如何养生? 大家不妨看看我以下的短片 你好我是杨明霞医师 不经不觉已经到了最热的夏天 我们在小暑大暑这段时间 应该如何养生? 大家不妨看我和大家准备的USB 里面有高清版的24节节目 大家可以看看在夏天这段时间如何养生 在这个炎炎夏日有不少人 因为常常戴口罩 再加上牙野会生很多暗瘡 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如何预防呢? 今天我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如果看之前的节目 都知道我以前曾经患上很严重的暗瘡 离远十尺才敢照镜 那段时间情绪很低落 也很自卑 所以我这段时间看很多皮肤的病患 我很了解他们的心情 平时大家要注意 如果生暗瘡的时候 要变症伦治 因为我当时生很严重的暗瘡的时候 后来就是用一些简单的中药食疗 再加上心情开朗一点就好了 因为情绪其实影响很大 大家要注意 另外临床上面我都发现 有不少人因为戴口罩 而令到自己有些口罩疯 没有生暗瘡的人 无端端生暗瘡 有生暗瘡的人 反而会令到暗瘡加重 所以我通常会建议那些人 平时两个小时换一次口罩 换之前可以用清水洗一洗面 印干去再换一个新的口罩 都可以预防到口罩疯 一般人可能以为暗瘡 就是因为热气所引致 但是其实暗瘡有分很多阵营 例如湿热型、虚火型 甚至有时寒底的人都会生暗瘡 所以不一定是吃清热的东西才有帮助 你们可以看看 如果早上起床 你不拆牙不洗面的话 看到自己的蜜有很厚的黄胎 再加上蜜偏红的话 这些是湿热型的暗瘡 一般来说 湿热型的暗瘡 都会用到灯芯草、耳米、竹叶等等 这些食材来帮助去一去湿热 舒缓暗瘡的情况 另外就是 如果你捱东西捱得多的话 我们通常会有虚火 虚火型的蜜通常是没有任何蜜胎 蜜有很多列纹 这是虚火型的蜜 一般来说 如果你因为虚火 所导致的暗瘡 都是偏红色 最好用肉粥、白盒 或者一些滋阴的食材 例如雪耳等等 这些都可以帮助 我们舒缓阴虚火旺型的暗瘡 不少人都以为一定是清热 或者滋阴才可以医回暗瘡 但是其实临床上 我都见过有一些暗瘡的患者 其实暗瘡色很浅色 常常有些龙都不出来 像这些情况 我们通常会用到一些伏灵 你们想象不到的 伏灵、挡芯、北齐都会用到的 因为这种暗瘡通常是很浅色 你可以看到蜜就像两蚊蜜 有很多蜜胎 蜜色就比较浅一些 这些是戏虚型的暗瘡 有时生暗瘡真的很困扰 所以我在这段时间研发了一个清热精华 这个也是我们慈善二买项目之一 它里面有些清热解毒的草盆 可以帮助舒缓暗瘡的红肿和发炎的情况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很强调吃早餐 早餐一定要吃一个有米气的早餐 才可以帮助养脾胃 最理想吃饭的时间就是早上九点前 平时我们要吃什么早餐才可以预防暗瘡 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一个既简单 又可以很快做好的一个蛋饭给大家 首先就是竹叶 竹叶可以有清心火和泥水的作用 夏天这段时间心起当令 所以我们一般会用到竹叶来烤水 或者是加在菜里面 其实都可以加强清心火的作用 另外有一些竹米 我自己习惯如果做饭的话 会加少少竹米 因为珍珠米竹米 它本身煲起饭上来会比较绵一些 另外有些鱼仔肝 食物链来说 越小的动物相对来说 毒素会少些 有时如果我们熬食熬得多的话 容易燥热 可以吃少少鱼仔 都可以帮助我们滋阴潤 另外就是瑶柱 我买这些通常是比较大小不一 和偏小 相对来说是比较天然一些 它就可以加强滋阴潤的作用 制作这个蛋饭 其实很简单 首先拿一只蛋 然后市面上有些开蛋器 你放在上面 然后这样拌下去 它就会把蛋开成这样 然后你将里面的蛋黄 倒出来 你平时可能用来炒蛋 或者是煎蛋都可以的 你要留一点点蛋汁 因为蛋汁它本身 也有加强滋阴潤的作用 我首先将米、鱼仔和瑶柱浸浸浸 放到半隻雞蛋就可以了 因為雞蛋熟了就會發脹 所以我們不需要弄得滿了 如果弄得滿了就會凸出來 就不好看了 為什麼我們不就這樣吃飯呢? 因為用這個方法 雞蛋本身有個形狀 它會把所有魚仔或瑶柱和飯的香味集中在一個位置 所以你吃的蛋飯其實有很香濃的蛋香味 同時也有你裡面餡料的味道 我這個小時候我媽媽經常做給我吃 我是極度喜歡吃的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 一家人可以做一人一個 其實很開心 做完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是大約一本蛋的滿 最後我把竹葉的水倒進去 記得倒到大約剩下十分之一 這樣就可以停止 不要倒了 如果你倒太滿的話 也會令到飯太脹 我現在倒下去了 好,就是這樣了 搞定了 然後放在蒸籠裡 蒸大約二十至二十五分鐘 這樣就可以吃了 這麼快就過了二十五分鐘 我在這裡來遠都聞到很香的瑤柱味和魚仔味 是呀,其實先看看 哇,很香的飯香 已經蒸熟了 小時候其實很適合帶出去吃 讓我嘗嘗 這個飯有很香的魚仔清甜 大家不妨試一試 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夏天是心氣當令 這段時間我們容易心浮氣躁 我們平時究竟可以怎樣去心火 我們首先要知道心經運行的位置 就是由我們胸口這個位置 到手臂的內側 然後到手指尾 手指尾這個穴位叫笑蔥穴 笑蔥穴其實可以幫助射心火 我們平時等人等車的時候 都可以搓一搓手指尾 另外有個動作大家不妨可以做 都可以活動我們心經的 就是手指尾扣著然後向內 做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配合均勻的呼吸 我們通常如果是射心火的時候 都可以預防心火所導致的暗瘡 小時候我彈彈琴的時候 發現為什麼有幾個音沒有聲音 於是爺爺就幫我看看琴 他發現有些鋼絲 因為沒有開過防潮館 所以發潮 他苦口婆心跟我說 每件事都需要保養 鋼琴要彈得好聽的話 就要悉心地料理它 其實是跟人一樣的 人只要身體健康心靈健康 就算是年紀大了 都可以保養得很好 所以你一定要記住 爺爺這段說話 其實對我來說是有很深刻的影響 直至到現在我都會常常提醒自己 無論是工作壓力多大的 都要懂得休息 爺爺在我人生當中 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他是一個很有智慧的爺爺 他教曉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我成立這個搖慈漢方慈善基金 就想紀念這位這麼有智慧的爺爺 同時將中醫養生的概念宣揚出去 終極目標就想興辦一間 以忠醫為理念的老人護理中心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慷慨解囊 大福大家的